因為我有流量你來今天做這些事情 我講一句實在話 用字譴詞上面你講詐騙這兩個字 我就可以告你 那明天我們會去按您申告 包括你的影片 包括你的內容 包括你講的任何一句話 通通都已經會送到地檢署 我一定不要在賺一塊錢 大家好 針對小丑高爾在講這MFT的問題 我今天很詳細的來跟大家講 什麼這個MFT的正確的觀念 第一個 FP在今年的10月進軍元宇宙 因此而改名 它的股價腰斬 第二 國際公司微軟 在去年的1月花了690億美金 收購了爆血 結果進軍元宇宙 至今到昨天股價破底 再來台灣的知名的飲料商 今天也是來參與了元宇宙的項目 結果它的價格已經破了它當時的成交價 國際型的加密貨幣 它是在每一個線上的交易所 這個錢並不是人家直接拿給你 也不是拿給我 都是要上交易所去做成功 這好像我們要買股票一樣 設施一樣的道理 國際型的加密貨幣 MFT它會因為疫情 戰爭 包括通貨膨脹 還有國際情勢 在這近半年幾乎都是下跌的情形 然後舉舉個例 羅志祥的MFT跌了百分之六十 洋蔥的MFT跌了百分之五十八 今天網美愛瑞斯的MFT跌了百分之八十六 請問一下今天他們的MFT下跌了 有買他們的MFT的這些觀眾 可以去告他們嗎 如果我年輕易 今天去買一張未上市股票 這張他會嫁得一順一張 壁座壁座 我自己我也感受贏了 因為這懷疑港灣 在做這種短線型的操作型的投資 這東西都必須靠時間的 大家做投資 只想要上漲 沒有去想到下跌 讓我請問一下 這是完全不現實的想法 能夠了解嗎 有人說鴻海的股票 一定是穩上漲嗎 台積的股票一定穩上漲嗎 今天勾小手的影片 等一下我附上去了 但如果你有20張 可以換一個勞力士 換一個百搭股票 那你有30張 可以換一台宏達國際的品質 他斷章取義的只截到 我說幾張MFT可以換什麼東西 他並沒有把完整的片段全部截錄 當你今天有買到連結MFT的時候 現在可能一張 2萬8、3萬、5萬 長到一張15萬、20萬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來換專家 但如果你有20張 可以換一個勞力士 換一次百搭股票 那你有30張 可以換一台宏達國際的品質 我講一張NFT 如果2萬9千發 他如果有一天 漲到5萬、10萬、20萬的時候 20張能換到很高等值的產品 那是有漲的時候 那跌的時候咧 斷章取義拍影片 這是勾二小手的一貫做法 因為小手勾二在影片上面講 我欺騙消費者 請問一下全台灣 只有我在發NFT嗎 全亞洲全世界大家都在發 而今天大家都在國際情勢 包括疫情、戰爭、通貨膨脹 包括升息的狀況之下 全部都下跌 而你今天因為我有流量 你來今天做這些事情 我講一句實在話 用字潛質上面 你講詐騙這兩個字 我就可以告你 這些在明天都會直接列為 呈報狀 全部呈給檢察官 走到法院那一天 一定把你的面具這樣拿下來 我會請檢察官或法官通知你 一定要本人到底 不要認為你戴一個小骨押 說話都不用付錢啦 我不是像你之前拍影片 他們會息事寧人 我是不會這樣做的 我會跟你走到底 說話要有這個人嗎 小丑各位 你如果對NFT不夠了解的話 你可以打電話來 跟我請教 我可以教你 不懂 不要裝懂 不要假借正義之名 整天在那邊 趁別人流量 那明天我們會去按您申告 包括你的影片 包括你的內容 包括你講的任何一句話 通通都已經會送到地檢署 我一定要在賺一個地方 絕對要在賺一個就對了 有買我NFT的朋友 包括可以跟我同台直播 廣告你的公司產品 sponsor 這都是免費 不再另外收費 也是我的負能 擁有多少張 可以換購什麼產品 這也都是可以的 在目前最高單能擁有的NFT 6張還有7張 沒有再多了 所以說沒有達到換購 這些物質的產品的門檻 不過沒關係 我們還有其他負能 除了任電動車都是我們給予的負能 那這邊都可以跟我們藍年金比亞洲聯絡 我們接下來也會推出很多 其他活動和負能 再讓大家一來參與 謝謝大家 謝謝 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階